再来看到周华职棒 兄弟向的王牌投手陈红文 他上个礼拜因为手肘不舒服 跳过了一次先发 索性呢并来并没有大碍 而明天他将回到先发轮值 兄弟下伤兵陆续的归队 总教练谢长恒他很有信心 对上半季五成胜率非常有把握 兄弟向投手小飞刀陈红文 上个星期因为手肘不舒服 跳过一次先发 本周六将回到先发轮值 在新装球场迎战统一时 上半季结束前 陈红文大约还有两次的先发机会 投手出身的曹总谢长恒说 手肘不稳定 是每个投手都可能遇到的状况 只要好好调整 不必太担心 这初赛这两场 我们大概在球数方面 我们会把它控制好 大概在89到85球之间 陈红文四月底从后援转任先发 很快就适应新角色 先发出赛五场只丢掉五分 而且每一场都是优质先发 目前累计是1.69的超低防御率 不过这张向队新王牌 同样受到伤势困扰 两度跳过先发轮值 曹总也只能无奈苦笑 希望向队在伤兵累累的情况下 力拼上半季五成胜率的目标 如果五成达到了我们现在的队形 这样子 其实就以这个队形 我们会在下半季继续下去 那我想投手的出赛的这种 这种稳定度还是有的 所以下半季开始 当然会在我们的这个打击群 这原来是一个关键 对向队来说 好消息是包括陈红文等伤兵狗 一一归队 队长陈江和等主力选手 也预定会在六月底回到球场 共同为下半季打拼好成绩 有点TV 李爱纯 桃园报道